当年前次长在非洲视察了我国的农耕队业务之后,今天回到了台北,他在一场告诉记者说,农耕队在非洲的表现远超过他们所寄回来的书面报告里面的实际的情形。 当次长主说,我国的农耕队目前已不限于农耕队的业务,像是上福塔的村庄移民工作,农耕队也替他们设计指导,因此受到了当地人民的忠心爱戴。 当时长是6月28号前往非洲视察,他一共视察了10个非洲国家的我国农耕队。